這條我們就要化解27的x加1次方除9的x減1次方 一般同學可能會覺得27和9就約解了,變成3 這樣做是錯的 因為他們扔著x加1次方和x減1次方 所以你不能單純地將27和9約解 你的入手方法就是將27變成3的3次方 將9變成3的2次方 這樣才可以令大家的base一樣 之後才可以用index law去化解 記住重點就是要大家變成base一樣 做法就是這樣 將27變成3的3次方 將9變成3的2次方 然後在這裏留意,記得加上一個括號 括著27和9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外面扔著x加1次方和x減1次方 然後你看到分子3的3次方 再x加1次方 即是說這兩個次方要成為 變成3乘整個x加1 可以嗎? 所以變成3x加3次方 這兩個次方 分子3的話 分子2次方 解決算2乘整個x減1 解決算2x減2 解決算2看一下 要先要注意到第四項的運算就是 3乘抓約x加1 分母就是二乘拿光了 次方便就會這樣 Siberian 的詞曲 同底相除 質方相減 原來這個部分子的詞方 這個老婆保持不變 你不要弱减变了1 仍然底部也是3 因你的index law 你就知道分子和分母弱减是次方相减 所以最後減出來就是x加5 怎麽來的呢 3x-2x 1x 這裏留3 正3-2 分母整個2x-2要滑實 因為整個分子的次方減整個分母的次方 所以減的時候要減掉下面的分母整個2x-2 所以要加固好滑實 那你把負拆固好成進去 後面由負乘負2變成加2 負乘負2變成加2 所以最後就是3加2就是5 因此最後答案3x加5次方 ну往後 0